伊哈冲突一打超过十个月 以军炮火依旧猛烈 军方连日释出地面战影像 与哈马斯武装分子在加萨巷弄激战 车动战机空袭哈马斯据点 试图歼灭哈马斯之际 还得防范身阻挡偷袭 相较于哈马斯真主党战力更胜一筹 以色列想一举歼灭伊朗势力恐怕有难度 避免中东全面开战西方积极握权 以色列也终于点头释出善意 位于加萨和埃及交界处的费城走廊 2007年开始受哈马斯控制 2023年新轮伊哈冲突爆发后 未斩断哈马斯武器供应要道 以色列派军队大举进驻 5月底甚至对外宣称完全控制 废城走廊 如今以色列愿意减少军队数量 这一大让步让美国总统拜登 对协议进展乐观看待 卖向停火 以色列先释出善意 现在就看哈马斯能不能接受 让中东局势不再紧张 TVBS新闻总和碰到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